有關選會會規定一些候選人 必須公平地在網絡裏面表達意見的時候 我覺得網絡自由是一個困難做到這件事 因為網絡自由裏面很多時候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甚至候選人本身自己都可以發表意見 如果這樣公平去對待的話 我想是難以做到 我想有些地方裏面是不一定要劃一公平的 事實上有時所謂公平都不一定爭一公平的 因為太多人去做候選人的時候 所能夠分享的時間都很少 每一個人都聽不清楚說些甚麼的時候 這種象徵性地去表達意見的話是沒有意思的 反而我覺得是讓選民能夠清楚深入了解候選人的話 應該給他們長一點時間去表達意見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不一定要僵化地一定要公平的